新秋十月,秋风送爽 这个时候也是珍珠黄洋上盆换盆的黄金季节 现在离春天发芽还有十五个月的时间 十月,气候温和 这个时候它不发芽,但会走根 待到春天到来,它已经斩住了劲 这里有几点要注意一下 秋冬上盆,要做好防冻 注意通风,但要避强风 第二,因南北气候差异较大 要根据当地的气温来决定是否可以换盆 一般气温在十度到二十五度左右的休眠期 换盆最佳 第三,低海拔地区尽量选择颗粒土 我一般用的是赤鱼土 第四,原土不是颗粒土的 最好是洗根换盆 原土是颗粒土的 根系不是特别杂乱的情况下 可以保留后心土,换盆 第五,换好盆后,焦透定根水 放阴凉处,缓一个星期左右 就可以逐步增加光照 直至全日照养护 以上就是我在安徽海拔三十米的地区 养珍珠黄荣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仅供参考